大家注意了,以后买回来的苹果,学会像我这样吃比补药还补。 农村98岁老奶奶一周吃三次,做法简单,食材家家户户都有,可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,苹果营养丰富,它可以给人体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元素,但是也有很多人都不喜欢生吃苹果,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哑口不好。 好,今天刷到我视频的人就赚到了,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苹果不一样的新吃法,就算你没有一个牙齿,也吃得津津有味,出锅营养丰富,味道鲜美,好了,闲话不多说了,接下来一起跟着涓魔力的镜头,具体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 苹果属于一种大众水果,不分季节的,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,它除了生吃之外也可以榨汁,或者是炖排骨汤等多种做法,做法不一样,那么人体所吸收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。 首先准备一个小白兔喜欢吃的红萝卜,萝卜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表面带泥土的,这就证明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,非常的新鲜,而不要选择那种表面光滑好看的,那种有可能是被什么水泡过的,这样就能延长它的保存时间,等的人都懂。 在这里我就不过多解释了,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,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。 接下来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,把萝卜上面的泥土,彻彻底底地冲洗干净。 在冲洗的过程中,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个刷子,再把它仔仔细细地刷洗一遍,这样就能更好地去除。 上面的泥土泥沙,现在的人都很注重养生,那么首先就得从清洗食材方面做起。 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并从口入,因此吃的东西一定要保持干净卫生,这样对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,给它多刷洗一下,怕能顺着水流。 直接把上面的脏东西冲洗下来,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红萝卜,就非常的干净了。 表面光光亮亮的,像一面镜子一样,哪怕你用来生吃一点问题都没有,接着再用刮脾气,把红萝卜的外皮驱除干净。 红萝卜又叫胡萝卜,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。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和口感,却是完全相同的,皮驱除干净之后,先切去它的头和尾,然后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子,尽量稍微切得薄一些。 接着再用我发财的左手,把切片之后的红萝卜马平整,最后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,尽量切得细一些,切得越细越好。 萝卜丝也要把它切均匀,这样它的成熟度才一致,萝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蔬菜,颜色也很鲜艳。 做其他食材的时候,也可以切点红萝卜搭配点汁一下,瞬间菜品就提升了几个档次,看着也更加的有食欲。 切丝之后,最后再切成小丁。 红萝卜的做法也是各种各样,炖汤清炒做面食,都非常的营养又好吃。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红通通的苹果,先加入少量的清水,把它的表皮打湿一下,然后再往苹果上面加入一大把食用盐,最后再下手把苹果的表皮搓洗干净。 我有一个朋友是山东的,他们那边有很多农户,都用苹果卖到全国各地,但是为了能更好的保存,有可能会往上面打伤一层果辣,这层果辣吃这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。 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,一定要用食盐把它搓洗一下,它能起到一个杀筋的作用,而且具有颗粒感。 能很好的把苹果表面的脏东西和果辣搓洗干净,我相信在生活中,100个人里面有99个人,都是把苹果皮削掉之后。 就直接扔掉了,殊不知,苹果皮的营养价值要大大的高于果肉,因此最好连皮一起食用,营养才更加的丰富。 所以在吃的前提下,那肯定是要把它清洗干净的,一定要像我这样子。 用食盐仔仔细细地把它搓洗一遍,这样吃着放心也健康,搓洗好之后,我们再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 冲洗掉上面的盐分,以及残留的灰尘和杂质。 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苹果,大家可以大胆放心地连皮一起食用了。 哪怕你拿望远镜来看我都不怕,表面特别的光滑又明亮。 接着再把洗干净的苹果,切成厚厚的薄片子,和红萝卜的厚度差不多就可以了。 尽量切得薄一些。 切片之后,再像我这样子,一片一片一叠一叠地整理好。 然后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,苹果的热量是非常低的,水分也很充足,营养价值也高。 每天吃上一两个苹果,对身体好处多多,能够给人体补充水分和所需要的营养物质。 切四之后,最后改刀切成小丁,今天能刷到我这个苹果的新做法,那你真的是赚到了。 给你这种五百万彩票还更值,最后切成像我视频中这样子,和红萝卜差不多的小丁就可以了。 然后再把它装入碗中,接着另外再准备一个小碗,把切好的苹果和红萝卜倒进来。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纯净水,使得量加入一大碗就可以。 接着再加入一小勺食用盐,最后再用勺子搅拌均匀,把食盐搅拌化开,要想甜来点咸。 搅拌至所有的食材,充分地融合在一起,先放一旁让它浸泡五分钟左右。 这样里面的味道,就能更好的释放出来。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鸡蛋和一个鸭蛋。 听我奶奶说这也叫做鸳鸯蛋,鸡蛋和鸭蛋一起吃营养才更加的丰富。 从小我奶奶就是这样做给我们三姐弟吃,把它一个一个的打入苹果和红萝卜的碗中。 接下来起锅,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。 然后再放入蒸架,接着再把准备好的食材放进来。 然后在碗上面扣上一个盘子,这样可以防止水蒸汽滴入,能更好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。 盖上盖子之后,开大火让它煮开。 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,给它蒸上20分钟左右。 把红萝卜和苹果蒸熟,把鸡蛋蒸至凝固,这样做出来的口感和作用,还有效果都更加的好。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打开盖子,然后再用夹子,小心地把碗取走。 哇,好像哦,一股热气腾腾的果香味,还有鸡蛋的清香味扑鼻而来,整个厨房都是食材的香味。 这时的红萝卜和苹果也已经蒸熟了,食材也是软绵绵的,汤水也很浓稠。 这就证明里面的营养成分,全部的释放出来了,里面的蛋黄也凝固了,不饶不嫩刚刚好。 像这样一道非常经典营养又好吃的,苹果红萝卜蒸鸡蛋就这样做好了。 这种搭配隔壁村98岁老奶奶吃了一辈子,隔三差五蒸着吃,以后买回来的苹果。 不要老是啃着吃了,学会像我这样做,营养丰富好吃又美味,而且蒸过之后的苹果,更加的容易被人体所吸收, 尤其是家里有小孩或者是牙口不好的老人,都可以学着像我这样做起来,保证让他从此之后就会爱上这种做法。 他的口感吃起来也是甜甜的,又带有一点咸咸的味道,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别有一番风味。 口感独特,营养也是十分的全面,里面有鸡蛋有苹果还有红萝卜,经常这样吃一吃。 对身体的好处是蛮多的,没吃过这种做法的朋友,赶紧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,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,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 我们下个视频,我们下个视频,我们下个视频。